汽车教授 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S3 地表最高CP值行车记录器 YAS 来电为你的生活充电 全台最大充电服务营运商 耶 大家好我是科皮展校士 今天来到台北市 身后这家店是旺福 越旺越福 有福气 我之前影片不是说我的保险杆 动得转肛 我的气已经靠好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干爹看到我这样 残不忍睹的保险杆 他跟我们说 你要不要包一下那个犀牛皮 我本来讲杜某啊 后来干爹就跟我们联络一下 他说杜某其实有用嘛 有用好洗车什么都好 可是石头打到当然是受伤啊 假设像烤漆好了啦 他弹到还是破掉 犀牛皮有好处 听说是这样弹到他就会弹开 不要受伤 对我也不太懂 即使我也是劣质一二一 我也不是很懂 所以我们就今天当做小白 来问一问就好了 对啊 等一下去问一下老板 走 结果车没有起 一层灰尘我一个礼拜没开 对啊我们来请一下老板 来老板阿世老板 耶 不要 谢谢 帮我要处理这个 我大概问一下好了啦 因为其实我对这个大概有看过 听过很多 可是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包过 我也不知道 现在不是很流行 比如说我现在是黑色 可是我喜欢白色 我把它贴成白色 跟改色模或者是说西流皮哪一个会比较好 它就说各有什么优缺点什么之类的 好那我先说一下改色模的话 改色模它的优点就是说 它五颜六色它的颜色非常多种 主要就是说外观漂亮好看 但是主要它的保护性呢 就没有像犀牛皮来这么厉害 改色模它就只是说 单单纯纯的换一个颜色 就是换一个车的心情这样子 就是说你的车不用拿去全车送烤漆啊 也不会影响到你后续的价位这样子 像犀牛皮的话主要是说现在大部分的新车 都是贴犀牛皮居多 现在的元气非常珍贵 因为我们卖车就知道来了老板是不是元气 对没错 这个都是第一个先问的问题 所以可以保护漆就对了 一定是保护漆的 犀牛皮它主要可以防跳石啊 防刮伤啊等等之类的 这个我很需要防跳石 对 假设我现在有太阳纹 是要先打蜡再上去啊 只是说它是要怎么处理就可以上去 不用 因为其实像我们在贴犀牛皮的过程中 我们前面会上一层隔离镀膜 那这个隔离镀膜就是用意说 往后你要拆膜的话 这个膜会非常的好拆 那犀牛皮有分大概有几种吗 犀牛皮的话 其实大约就是分三种 TBC TPH 跟 TPU 我们这次贴的话是TPU的 TPU的等级 TPU的等级是中间还是 最高阶的 最高阶的等级 最高阶要先问 对对对对 不然客人不知道欸 最高阶的 因为现在大部分人都是贴到 TPU最高的等级 对那下面这两个等级 基本上在这个市面上已经很少人在贴了 其实客人最在意的可能就是两个嘛 宝库 第二个就是大概价位会在那边 我们今天用我的车去举例 车的大小台应该会有关系价格 对因为其实说像我们车型的话 我们都是以大小的区分来做报价 不是说你今天开比较贵的品牌 就会比较贵的价格 没有 我们不是看大小来做区分价格 是大小 那价钱大概会落在哪边 大概就好了 大概就是差不多会落在7万至12万中间 去看各个的品牌这样子 对所以还是要看车型的大小 保固咧 比如说贴上去是保固看多久 是什么之类的 保固的话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品牌的保固都不太让 那有三年的也有五年的 这个跟杜某差不多一样 你不顾还是会坏掉 对没错 像我都每个礼拜都会洗车 对对对 这样可以撑比较久 对可以撑 所以保固 就是我们刚贴完的话 一到两个礼拜一定要洗一次车子 上蜡的话是可以 但是我们曾经有一个客人 他上完蜡之后 他没有把蜡推散 那太阳晒太久之后 他的膜整个污掉 被咬进去就对了 对对对对 蜡一定要完全推散 所以我们都会建议用水度膜 是比较方便的 中间那你刚刚有那两个等级是 现在你说比较少用 他的为什么比较少用 因为我先举例就是讲PPC好了 PPC它是真的是很早期的一个东西 PPC它是需要靠热风枪加热 它才能延展 它才能塑形出版金的形状 太阳晒久的话 它会呈现慢慢的龟裂 因为它就是很塑胶的一个材质 听起来就是塑胶吗 PPC就是塑胶 在TPH TPH是说PPC的进阶版 它的延展性比PPC来得好一点 但是其实说它的 材质等级是跟PPC差不了多少 这两个等级应该是会比较便宜 会比较便宜 对 可是施工起来都一样 钢级同样 材料不钢 开小时数 给我动不久 所以我们是用最高的 所以TPH的优秀就是 它就是对我们来说是好试的 好试高 对 它有点韧性 好保养 它撑的寿命有没有 撑的寿命其实说跟PPC差不多 差不多一两年就差不多了 它只是说比PPC再软一点点 它有一点韧性弹性这样子 改色膜的话大部分都是保固一年 所以难怪有颜色的色膜也没有 车子大概就一两年就想再换颜色 我这台有没有比较难贴的地方吗 比较难贴的地方应该就是 保杆的部分 前保杆 前保杆的地方 因为其实说大部分的车型都是前保杆 是最难施工的 因为其实说我们能做一体 我们就尽量把它做到一体 是最漂亮的 包膜的话我们有分手工包膜跟 电脑开板的 对那我们都是坚持用手工包膜这样子 那我看一般在包合物工刀那边割嘛 会不会有漆面的问题 因为其实说我们在割的话 我们都是割在膜的上面 然后再慢慢的撕下来 所以意思就是没有把它切断的感觉 对对不是切断 我自己有跟泰担讨论过 他像在那边割啊 到底会割到漆 因为有些色膜上去我就看不到了 到时候你撕下来的时候已经几年后了 很多角度啦 我们不是真的直接修在板型上面 我们也是有会悬空修的 因为他刚刚进来贴那个 那个我直接回答就好了 他就做记号啊 到时候记号做好之后 你才可以再贴回去就一样的位置 他刚刚跟我讲说 要不要这个把它贴迅黑的 如果真的不喜欢 应该只有顶多在私下而已 灯都可以贴嘛 对不对 我记得可以贴透明的 或者是有稍微迅黑的 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说像我们全车的话 我们前后大灯都是震送的 噢震送的 灯一定要保护 不然久了它会氧化 你就整个会霧霧的这样子 那它有要拆的部分 手把的地方 然后还有像前面这个 水切会贴拆吗 水切的话是不会 不会拆 那是什么 这个的话就不只能拆 对对对对 我刚刚问过了 这个如果要包的话比较麻烦 因为这个包到 不要把他到里面去 然后油箱改也会拆掉 因为我看你就是 它在贴新的 贴些中式 就把它包在里面这样 是不是要先贴上去 贴新的 如果说你先贴图案在里面的话 那你犀牛皮贴在外面的话 图案的边缘会有一个空气 因为它本身凹凸已经不平了 建议贴在外面会比较好 像雷达是直接包过去吗 雷达我们会修掉 你会修掉 对 因为其实说我们会修开 应该是因为是说如果说你整个包过去的话 它里面会积水 然后卡灰尘 车在行驶的时候晃动 它不可能是完全是密合的 所以我们雷达控 我们一定都会修掉 那是 射膜的话我们会直接盖回去 因为射膜原测你看不到啊 对 透明的你看得到 因为跑进来就看到了 对 我的车是黑色的嘛 黑色如果贴上去啊 它会不会是因为黑色比较测 会不会剪短它的寿命 不太会 你犀牛皮真的有在顾的话 它的寿命真的可以称的比较久 为什么一定要常洗车 是因为说我们要保护它的表面它的涂层 你表面顾得好的话 它的光泽跟寿命都会称的比较久 升车的车跟前色的有差别吗 有 像犀牛皮它一定 只用久了它一定会变黄 黑色的话它其实就看不出来 我怎么辨别它到底是不是正常的 它是坏掉 它怎么去看 主要是看它的表面 它表面如果说可能有稍微的龜裂啊 或是没有像刚开始贴完这么的漂亮的话 那我们就是要考虑要不要把它换掉了 啊我记得透明也有分好几种 对不对 霧面的 防抠盔的 像那个周周防抠盔的 那个贴上去就是不亮变成消光贴的 对它就是原本是亮面的 贴上去变成消光的 那如果是贴一般的透明的就是 它就是透明亮面的 会不会增加更亮这样 会绝对会比你的元气再更亮 对啊 贴上去就更亮 试了就知道了 好啊 再次感谢 不会不会不会 他是老板 好 再来我们准备到施工了 汽车教授 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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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我已经贴了块 没有 我现在就 看得出来是前置作业 不像贴手机膜一样 不能留灰尘一些都要把它弄掉 所以我刚刚有看到它 在那边连身上的毛 不然再插一插毛就掉下去 那身上这种毛怎么办 我会先帮你涂蜜 先帮你除帽 这个步骤是 清洁 清洁 白搁 2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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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4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哎呦哎呦 你都记得 一般来讲啊 假设好我今天切上去了 我两年后好了 我想把它撕下来 我会不会这样一撕啊 就是我的漆就要掉了 原漆应该是不会啦 如果假设我是烤过漆 我会不会这样一撕就掉下来 其实说我们的施工方式 跟别人都不一样啦 所以如果说 烤过漆的话 一定没有比原漆 弱一点 对 我们的柴膜的话比较蛮会掉漆 这样子 就是因为我们上了一层隔壁 就是一般在喷的那种 因为其实说我们是喷泡泡水 泡泡水的话因为你可能 过个三十分钟或一个小时 你要再拆下来的话 就非常难拆了 我们吃过了对不对 这吃下来就不会了 对啊 我现在这已经贴好了 不要敲 你原本还亮 啊这个我已经把它撕掉了 那个NG的贴池把它撕了 如果没有吃掉它贴的话就是旁边有一层鸡 还有这个 这个我有叫一个黑的 我把它都用黑的 这个原本金的嘛 你看很贴心帮我贴 黑的整个都黑化 这个熏黑 你看 很赞的吧 不错吧 其实 你没有注意看 看不出来 这个 所以算是一级层起 不会说这里刮一个圆圈圈 再补一个碗箱夹一些 黑的比较好 看不到 都缠层了 不错啊 mei都要充电好 最终我可以 不用担心死马的跟我的碰撞 亲密的接触 我就不用怕了 好那我请一下老板好了 再次感谢 感谢来帮我弄得这么的漂亮 对啊 因为其实说 车来的时候 黑色这个细纹很多 对 今天看过去 就没了 根本在照镜丝一样 又黑又亮 現在你這麼漂亮交給我好了 我現在要怎麼去照顧它咧 這個的話就是說因為我們剛貼完 所以它裡面的水汽還沒有完全的蒸發掉 所以就是一個禮拜先不要洗車 然後就是說一個禮拜啊 後續如果說磨 如果有浮有翹啊 你都回來我都會幫你做處理這樣子 之後一到兩個禮拜一定要洗一次車子 就是盡量保持乾乾淨淨淨 這個是沒問題 洗車對我來講是簡單 要上繞或是說水度磨 其實說我們比較建議水度 一個比較輕鬆啊 一個比較快速 就是上去就沖掉就要 對對對對對 高壓水槍 真的不要拿太近去沖 好 否則它的膜就會翻起來 那如果說真的不小心沖起來 你回來我們還是會幫你做處理啦 對啊但是就是盡量就不要拿太近 曬太陽 其實也不用刻意去曬太陽 因為其實說你 就是正常使用這樣就可以 對正常使用 因為你車本身也會有溫度 所以不用刻意去曬沒有關係 難得遇過啊 非常難貼的車 可能就像 G卡啊 或是一些超跑 對 因為他們的騎型 對 騎型怪狀的越多就是 對 越難收邊或難收尾 對啊 好再次感謝 不會不會不會 阿士老闆 不會不會不會 我記得齁 有沒有看到 忘符 忘符齁記得齁 講錯頭 忘符 到時候這老闆有些影片 比如說我們有那個 私下的影片 到時候我們一樣 再補上給大家看一下 我少 上次我看過就是他們在試的時候 沒有什麼 真的沒有什麼殘焦 他好吃跟水滑 超快的 我也覺得很好吃阿 我幹 謝謝阿 這個要強調一點 假設你一般來貼 幾年後 你就會想換掉 如果這個紙張不好 其實你要花更多錢 去把它弄下來 報價十萬 結果你吃這個紙 要多一兩萬塊 都不可能 本來是比較小的 被弄過 因為其實說 拆模真的也是需要花時間 對啊 我知道 因為我們 上次那台紅色 試了一個禮拜再試完 我們資金檔會放上去 有需要就可以諮詢一下 車子還是要看一下 對不對 對 如果是諮詢價錢差不多 或者是車子來看一下 評估會更準確 我會給你一個 滿意的價錢給你 記得幫我訂閱 分享開小鈴鐺 Yeah 拜拜 拜拜 Ultra-S3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AOS 來電為你的生活充電 全台最大充電服務營運商 好啊 那就結尾了 對不對 對 沒錯了吧 有沒有啊 小鈴鐺沒講耶 對啊 記得幫我開啟小鈴鐺 留言